老師您畫面稍微借我一下 3 2 1 我們在這邊 那您可以來這邊看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進到OneNote之後啊 然後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OneNote這個平台 其實這裡有一個廣播 是蠻喜歡給老師聽一下的 老師有在聽教育廣播嗎 這 現在這個節目已經改到晚上了 之前都在中午嘛 上課的時候聽到這種多高興 我會我會 對不對 現在很少應該說都沒聽過了 現在老師自問還要自答 所以呢怎麼辦 沒關係啦 我們要老師也要努力一下 那我們這個OneNote的部分啊 您的講義 其實我這邊也有一份 就是從這邊點進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比較 跟老師平常用的簡報方式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叫Focus Guide 那麼我們現在的話呢 其實 在翻轉學習應該算是現在很流行的方法 對不對 那麼 老師常常說聽到要翻轉學習 到底要怎麼翻轉 教法上當然有很多方式 但是呢工具的部分 其實利用OneNote其實也可以達到很多 也可以達到很多 那麼首先第一個老師就看到了 他是還蠻有彈性的 其實你不註冊帳號 同學要進來也OK 那最近他也有推出APP 所以如果說 老師是在一般課堂上 你想要讓同學試的 其實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那再來就是 他的資料其實主要在哪裡 雲端硬碟 也就是說 OneNote這個平台本身 並沒有提供太多所謂的儲存空間 因為他都跟Google的雲端 雲端的這個服務做整合 因此呢您的教材就直接放在上面 再來您所看到的 剛剛OneNote上是不是還有很多其他的課程 所以他就等於是一個學習平台一樣 就等於一個學習平台 那如果呢您也可以去訂閱別人的 訂閱的時候 你也可以建立自己的 都可以 不管你是拿來當作學習 拿來當作真正的教學上都OK 那這位老師應該 各位大家都認識的嘛 對不對 九月份他的電影出來啦 嗯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希望怎麼樣 創作 創作不一樣的什麼 學習經驗嘛 現在 最大的困難在於說 如果同學沒有所謂的 學習意願的時候 你講太多都沒用 因為沒有辦法 那個 心心之火要點起來齁 要很困難對不對 所以 我們盡量 老師的 其實教學的目的並沒有改變嘛 可是呢 我們怎麼樣 透過教學途徑的改變 方法的改進 讓他們比較容易有興趣一點 那麼我們在這邊 還有個很重要的 他可以很輕鬆的了解同學的閱讀紀錄 好 閱讀的紀錄 誰有沒有看 這段影片他看哪裡 您都可以知道 您都可以知道 那 測驗的方法也有很多種 好 測驗的方法有很多種 那教材基本上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過的 其實在one note上面 您的資料 就主要是放在什麼 雲端硬碟裡面 所以您就由您自己 統一管理而已 統一管理 那您要收集 因為網頁上的 或youtube這種所謂影音平台的 老師教材應該多多少少 以後有機會用到 對不對 所以呢 在one note上面 要收集這樣的教材 相對方便很多 老師平常如果 你是看影片 或者是網頁的資料 您要變成您的教材 您都怎麼做 download是一種方法 對不對 然後就要想 萬一今天忘記帶來了 下次上課再看 第二個 如果是網頁的 可能你就複製標題 複製網址 甚至連內容都複製下來 這樣會不會 那所以說 在one note裡面 有比較方便的整理方法 等一下我們就 一併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在這個後面的 這個教學影片的部分 這個是我幫one note錄一系列的 等一下我們會帶各位到 我的部落格 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怎麼去做註冊 我們剛剛講的 基本的 就輕度使用的 就一般學習的 他就用訪課上號 其實就夠了 然後呢 透過email的 再來 同學 老師現在的角色 在這間教室 你就現在先暫時變學生 對不對 你怎麼樣來做學習 怎麼樣加入我們的群組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他裡面有哪些測驗單元 教材的單元 而且你可以做所謂的自主管理 可以知道說我這個作業 教了沒 其實像老師有聽過 那個Google 一個叫Google Classroom 有沒有 但是目前老師說 他的功能實在是還蠻有限的 所以絕大多數都拿來教作業而已 跟一般學校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太大不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他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樣去提問題 然後呢 有了這個 就換老師 要來備課了 對不對 你可以把 其實不一定要就是 現場的 就是同學一定要在電腦教室上課 你在一般教室上課 老師也可以 把OneNote當作是你的教材的資料庫 我要上課的時候就打開 同學沒有登錄也沒有關係 這也是一種方式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建立新的課程 然後網易教材 很簡單 然後他有整合的Google雲端硬碟 Google雲端硬碟 再來 測驗的單元很多 像很多人很喜歡的就是 這一點是其他平台比較沒有的 老師應該有看過很多綜藝節目 題目就在影片中 對不對 我就可以自己指定 看到哪裡就跳出題目來 這樣子 同學就算回家自己看 你也不用擔心說他 不知道題目在哪裡 反正他跳到那邊一定會跳出來 會把它停住就對了 然後呢 你要收集資料真的很方便 甚至他 測驗體的部分也可以用什麼 塗鴉的 用畫的也可以 好 最後就是 還有一個 這個班級經理 也就是說 老師如果以後你想要用OneNote的群組 讓同學都加進來 就像我們教室現場 都把大家都加進來之後 我怎麼樣去觀察 了解同學的學習狀況 然後呢 你怎麼樣從裡面做這些測驗啊 甚至佼佼作業都可以 最主要是我們希望跟同學比較的互動 那真正 一就是這個第五個單元以後的 其實就是 老師真正用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你會需要更多一些小技巧 那我就再把這些東西 再把它整理起來 所以您看到這邊呢 我就先把這個 先把它停掉 您來看一下 您剛剛進到這邊 這裡 我的部落格呢 在右手邊這邊 您可以從右手邊這邊連接過去 好 您進來了之後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有一個OneNote翻轉學習區 這裡面就我 剛剛提到那些 還有我已經開放的群組 跟課程 資料是還蠻多的啦 然後就是像這樣有沒有 那每一段每一段我都把它錄好了 就錄成一小段一小段 我還有幫他加上字幕 所以您Play的時候呢 好這裡可以打開 這樣OK啦齁 所以您其實也可以從這邊 就去做一些學習 這樣是比較就是 完整的有系統的告訴您說 一步步的慢慢做 那這個資源呢 老師您有空再看一下 那順便跟老師提一下就是 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如果說您想要看看我的資料的話 您也可以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有公開延期的我會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整理起來 比如說我們在看這個 這個是在創客基地的 我們就要玩虛擬順 有沒有 現在現場就變這樣 就直接把後面的那個背景換掉 那您如果看一下 我們右手邊這邊 就是我會像這樣一段一段 所以我們剛剛錄影也是這樣 一段一段錄下來之後 那標題分清楚 我們原則上其實 老師可能也有聽過 所謂的那個摩克斯有沒有 Mox 現在高中子端也有在前導Mox 那您要錄這些影片的時候 其實原則上我們摩克斯最主要就是 把課程就分成一小單元一小單元 像這樣錄下來 即使您沒有去參加那個延期活動 沒有在現場 要看是不是相對比較容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我這邊會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 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那您大概了解這個OneNote的幾個 一些特色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看看OneNote 可以怎麼做